那么在稍早之前 侯友宜他来到了桃园 除了有张善政陪同之外 还有朱立伦他们到杨梅 来去公庙去参乡 那么张善政怎么来看侯友宜呢 他认为侯市长当年是担任桃园的警察局长 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会尽力的把桃园的市政给做好 对国民党的执政是有信心 也就是说侯友宜他是跟桃园也是有渊源的 一个是现任的市长 一个是桃园的好朋友老朋友 一个是桃园的前县长 那么也只有把自己的执政做到好之后 才能够待望侯友宜 把这个新桃园的支持者给催起来 那只是现在的事实就是 侯友宜的民调实在是低 排名第三 那当时立委陈玉珍他不是有提吗 在7月23号全代会之前 如果党的提名人 他的民调低于15%的话 那就要换人 所以防砖条款 虽然第一时间国民党有说 绝对不会换 一定会挺党征招的人 那今天朱立伦在现身 也同样被问到这个问题 防砖条款会不会启动呢 那朱立伦告诉大家 就是要来支持党征招的人 所以呢 不要长他人置信 灭自己的威风 更不需要帮绿营跟绿媒来制造话题 那大家讲了 侯友宜现在需要的是 来因的迅速整合 大家都把焦点放在 他跟韩国瑜之间两个人的互动到底是如何呢 因为讲了这么久 两个到底什么时候要合体 也知道说两人私底下是有在联络的 那这回再次跟大家讲了 说呢 跟韩国瑜本来就是好朋友 在私底下平常都有保持联络 去向他请义 那他们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让做不好的民进党赶快下架 要团结更大的力量 面对国家 未来能够带给人民更多的希望 那么侯跟韩两个人要合体 现在瞧的就是要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地点 比较恰当 那侯友宜讲了 他私底下是有跟韩国瑜来请议的 好那整个的大团队问题 现在是如何呢 因为一方面有人讲嘛 说侯友宜的民调低 加上他整个政策呢 好像比较是不清楚的 是不是跟他的竞选团队有关 现在呢有熟知内情的人告诉大家 说其实现在所谓的侯的竞选办公室 比较算是过渡时期的 因为现在都是以新北的这些人为主嘛 看起来比较单薄 所以呢会持续的加一些人进去 同时也要把北陶部队呢 这些战略的人呢给打进来 什么叫北陶 还记得吗 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包含了台北的蒋万安 还有桃园的张善政 都是在逆风当中最后获得到胜利的 所以朱乐园告诉大家嘛 虽然现在看起来 打球来讲 一局上一局下半呢 是有点不稳的 但是你持续往后走 你可能会有胜利的结果啊 就像当初的桃园跟台北一样 所以现在北陶当时的一些选战策略的人呢 精英部队现在也要开始进驻 到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 那这些人本来就跟侯伴的人是认识的 所以整合起来会非常的快 那所以整个最棒最完整的 侯的竞选办公室的成立时间点 应该是在六月底或到七月一号 完整的就会出来了 那另外到时候整合完之后呢 又有人讲了 比较弱的地方 侯友宜你必须要放手 让大家勇敢的尝试 比方说在空战的部分 像是在这个空战的主轴啊 你要放手 让社群思维成为一个主轴 这样才有机会在短期内 把你的民调给拉起来 同时你要到中南部去请议 再加速整合的力量 好 这些是目前 大家比较对于侯友宜 要再加油补分的地方在这里 那实时回到民调的部分 有人说啊 侯友宜怎么从一开始呢 民调高一直到后面落 那是不是个人本身的魅力出问题呢 有一个人要告诉大家 不要再把这个过错 归给侯友宜自己一个人要单 他说整个侯友宜的民调会雪崩啊 国民党本身要占六成的责任 侯友宜要占四成的责任 怎么说 他说呢 以五六月份的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讲 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呢 他应该是有这个 五月跟六月两个相差的支持度 就少了2.8% 所以就是说呢 原本支持国民党的人 在短短一个月当中呢 已经不少人就转而不支持了 所以国民党本身就是要负一点责任 你看五月中的时候呢 国民党支持者67.9% 到了六月剩下65.1% 所以呢 他帮侯友宜抓一下 目前的问题在哪里 那么他支持度下滑了三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的支持度崩跌 第二个原本绿营支持你的人 现在消失了 还有第三点 中性选民现在也流失 所以呢 到底该怎么打呢 才可以迅速地把你的人气给拉回来了 那徐晓星就告诉大家了 他认为啦 侯友宜你不要到处 当然到处请义是很重要 但是呢 如果你一直在走这一部分的话 感觉你会失效 因为媒体报道就是说 你到台中去拜访谁了 你到台南去拜访谁了 你到台南去拜访谁了 那你自己就是没有焦点 那你最棒的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抛出一个论述 这个论述一出来就所谓的空战 比方说 像现在呢 福茂打得如火如荼嘛 对不对 那柯文哲说 他是反黑箱啊 他不是反福茂啊 等等的 那民党开始在攻他嘛 那徐晓星就告诉大家 如果他现在是侯团队的操盘者的话呢 他就会告诉你哦 我如果可以当总统的话 那我就去支持福茂的 那我的国民党的立委 可以在立会 立院过半的话呢 那我就要重新审来福茂等等 他就主张就出来啦 就远远的跟对手们 有一个高低层次出来嘛 同时呢 你还要抛出啊 跟韩国瑜的党内大咖相同主张的话呢 你自然就会得到赞同 自然就能够整合 所以你不需要拘泥 要去拜会哪些人 好 那有关于徐晓星的完整的论述 我们进一步再了解 去拜访谁 谁支持谁 谁配谁 这些议题固然重要 可是比这所有的一切都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把蓝军的支持者 他们心里想要的政策 跟论述跟主张提出来 你一旦你有提出来之后 这些人他自然会回流 你根本就无需担心 然后回流以后 你抢起来以后 这些人自然大家就会来支持你 跟你见面了 对 所以所有的见面 就算你真的见了 那如果你的主张不够强的话 他今天见你 明天踩你可不可以 可以 一样可以啊 所以见面代表什么吗 不代表什么 只有自己强起来才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论述是第一优先 所以昨天也有媒体在问说 那你觉得侯友宜空战应该要怎么打 所有的空战 我觉得都是先基于论述的实力 你只有先把话讲得清楚了 才在空战上面 你能够占有你的优势 你只有把你的论述做清晰了 才会有人跟着你 继续往这条路走下去 对 所以我今天看到新闻上说 什么侯友宜里面还分成 近半派跟市府派 姑且不论那是真的是假的 这些新闻对他都是不利的 好 然后什么说 小鸡一定得跟什么侯友宜挂看板 或什么这些新闻也都是不利的 那你要怎么在这么多不利的新闻里面 让你的新闻议题变对你有利的呢 就是提出让大家愿意讨论的议题 哪怕是被民进党打都没有关系 当民进党打你的时候 蓝军看到民进党嚣张的样子 自然所有人就回归啦 所以不要怕民进党打你 你要怕民进党不打你 民进党不打你 跑去打柯文哲 然后你还在旁边隔岸关火 甚至配合民进党一起打的时候 那个才是我们真的要锦铃大墙的时候 那么从5月14号一直烧到现在 就是新北的幼儿园卫药案 当时让侯友宜真的是 投莫里西奥 不晓得该怎么办 也成为了对手攻击的目标 那现在是事实查核中心 他完整地告诉大家 在新北的部分 所谓的卫药案 它就是一个乌龙 因为儿童是零检出 也是没有所谓的毒药在里面 反倒是高雄 高雄是真的有小朋友 体内有验出了有药物的反应 但是即便是查核中心 已经告诉大家 专家告诉大家了 说新北的儿童 是没有毒跟药是无关的 但当时包含了像是赖清德 以及他的发言人等等 都还是把这个风向转为 就是说小朋友体内有毒药等等的 那问题这就是不实 这就是个谣言 但即便侯友宜的团队 就是严正博士 说没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绿方这边 还是一样继续带风向 这导致今天台北市议员侯汉迪 干脆就是按铃提告 包含了像是赖清德 还有这个张鸿路等 十一个人 向北检来去告发 说他们散布喂毒的谣言 那这跟选霸法有关 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还有这个社维法等等 那他告诉大家是 新北胃岸的风波 赖清德的情节是最恶劣的 因为当6月10号检方说明 彩虹药水是感冒药水 那么赖清德在6月18号 还是污止 说学童被喂药是一件不良事件 孩童有戒断症等等 那么赖的发言人 也取解了幼童尿检的报告 被事实查核中心澄清打脸 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在绿的部分 也都没有这件事情 再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所以黄岸田决定 要一撞告上法院 新北市的幼童事件 最终证明是乌龙一场 不论是在板桥 或者是在汐止 都纷纷用最精密的 指朴一验出了 所有的相关都是未检出 那这一路走来 我们发现民进党 在这件事情当中 有可恶的几大造谣 而其中情节最严重 以及最可恶的 当然就是赖清德 为什么 因为在6月10号 其实检方就已经告诉大家 所谓的彩虹药水 根本就只需无有 只是普通的感冒药水 但赖清德仍然在6月18日 仍然在指控 这个所谓的彩虹药水 以及声称 孩童有所谓的戒断症状 所以时间序已经如此清楚 但赖清德仍然是非不分 这些民进党的人士 竟然毫无愧疚 毫无惭愧 忏悔之意 这些人呢 我要告发他们 第一 违反选霸法 意图让侯友宜 这个不能当选 第二 当然就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散播谣言 造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因此今天出示了 这个刑事告发状 将告发包含赖清德 罗智正 张鸿路 苏巧慧等等 十人 十大造谣要犯 今天开始 就是这些人呢 不愿意道歉的第一天 也是这些人呢 有案在身的第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